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格爱花卉 今天我想介绍的三角莓品种名称接近30个 为了节省时间,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它们的名称和特点 如果有不清楚的问题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颗是铜安红 这一颗红色的是绿叶大红 这一个没有叶片的是花叶红 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个品种是椰子冰 它也是属于一个琴花和花色多变的品种 如果弯叉不够,它的颜色会呈白色居多 如果是光照族,弯叉大,就会呈现这种负色 第五个品种是巴西子 它主要的特点是琴花,而且花瓣不容易掉落 有的时候就算开败了,花干在上面它也不容易掉下来 第六个就是这颗柠檬黄 它属于浅黄色,花瓣比较薄 如果光照过强,它的花瓣会褪色 第七个品种就是口红 它的花色跟绿荫少有不同 它的红色在花瓣的边缘就像抹了口红一样 如果是在弯叉不大的夏天开花,它的花基本上为白色 只有到了弯叉比较大的季节,开花才会更加的娇艳 第八个品种就是这颗绿叶双色 跟它开花相同的还有一个就是金心双色 区别在于叶片花色相同 第九个品种是热火丧疤 它花瓣的颜色是火红色 里面的小花蕊也是特别的漂亮 第十个品种是绿叶橙 它的花色跟宝老橙和波伊丝玫瑰特别的相似 第十一个品种是加州黄金 它开花的盛期花色是金黄色 比柠檬黄的颜色稍深一点 跟黄雀相比颜色又稍微淡一点 第十二个品种是公粉 跟它相似的花色还有岸斑公粉 区别在于叶片,一个有斑点,另外一个没有斑点 第十三个品种就是这颗波伊丝玫瑰 它的花为粉橙色,是大花形品种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第十四个品种 它的名字叫酷气的美人 它的花色是淡紫色,花瓣稍微的小一点 属于开花密集型 接下来我们介绍第十五个品种 它的名字是黄雀,也叫金雀 它的花色会比加州黄金更黄一点 属于软枝条 也可以作为锤吊盆景来欣赏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十六个品种 它的名字叫橙白 主要的特点是附色花 同一颗花上面开两个颜色 一个是橙色,一个是白色 第十七个品种的名字是狐狸的尾巴 它跟热火丧巴的颜色有点接近 但是开的花比较密集 第十八个品种是金夫人 它的花色是浅粉色 第十九个品种是新加坡粉 它开花的颜色看起来跟班西子有点相似 第二十个品种它的名字是黄金大奖 花色为粉紫色,叶片,金黄色 二十一是白雪公主 它是属于一个特别青花的品种 开花比较密集 第二十二个品种是雪子 它花色的主色调是白和紫 叶片上面有白色的斑点 跟它相似的第二十三个品种 就是绿叶雪子 第二十四个品种是印度花豹 它开花的颜色特别的梦幻 在同一颗花,甚至同一个花瓣 能够开出好几个颜色 只是它在广东开花并不是特别的琴 在北方弯差比较大的地区 开的花还是比较可观的 第二十五个品种是小花豹 它跟印度花豹的区别就是比较琴花一点 第二十六个品种就是安班五宝 第二十七个品种水红也有人叫梅红 第二十八个品种金发女郎 第二十九个品种婴儿玫瑰 第三十个亚洲出厂的就是这一颗 安格斯也叫云男子 它的琴花指数为十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觉得有用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吧 十分感谢欢迎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